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西面前道歉 苏西说没关系的乔治 于是乔治捡起了恐龙回到沙发上 这时苏西告诉佩奇要不先把客厅收拾了 他们去推来了垃圾框 苏西和佩奇把垃圾捡起来扔进了垃圾框 乔治则是收拾着玩具 收拾完客厅 他们便一起坐着看电视了 好了小朋友们 记得自己的玩具不可以乱丢哦 今天的玩具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小朋友们 你们好 欢迎来到玩具秀 这天 猪爸爸带着佩奇和乔治一起去森林里玩耍 一到森林里 佩奇就开心地和乔治玩耍 佩奇和乔治走到小溪边玩耍 忽然他们看到两只小鱼儿 它的整个身体都在地上 佩奇 乔治走到岸边 将小鱼儿一只一只地放回了小溪里面 几只小鱼儿很高兴地跳起来 向佩奇他们道了谢 欢快地游走了 乔治抱起了他的恐龙 佩奇同时也告诉该回家了 正在这时 猪爸爸来接佩奇和乔治回家了 乔治一下子就扑进了猪爸爸怀里 佩奇把刚遇见的事告诉了爸爸 好了 今天的玩具秀就到这里 小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小朋友们 你们好 欢迎来到玩具秀 今天 猪妈妈带着佩奇和乔治来到沙滩上玩耍 他们看到了很多彩色的石头 猪妈妈告诉他们 你们可以比赛捡石头 看谁捡得最漂亮 于是他们开始在沙滩上到处寻找漂亮的石头 佩奇没多久就找到了许多好看的石头 他把石头放在猪妈妈面前 猪妈妈夸奖了他 正在这时 乔治突然叫了一声妈妈 佩奇和猪妈妈连忙走到乔治身边 原来是乔治找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红色大石头 佩奇对他说 乔治 我来帮你吧 于是佩奇把红色石头搬走了 乔治也把自己之前捡的小石头搬到姐姐堆石头的地方 猪妈妈告诉他们 今天你们的表现都非常棒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小朋友们 欢迎来到玩具秀 猪妈妈提了一篮子胡萝卜 去了花园里 过了一会儿 佩奇和乔治放学了 他们进入花园后 猪妈妈分给了他们一人一个胡萝卜 然后把水桶放倒 这时 一只乌龟从里面爬了出来 他来到乔治和佩奇的身前 吃了他们手上的胡萝卜后 就回到了水桶里 猪妈妈提起篮子 带着佩奇和乔治离开了花园 可是 他们都忘了把水桶立起来 没过多久 乌龟就爬走了 等佩奇再过来的时候 乌龟已经不见了 佩奇和乔治便开始一起去找乌龟 最后 他们在河边找到了 原来乌龟是想回家了 于是 他们就一起把乌龟放进了河里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玩具就要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小朋友们 欢迎来到玩具秀 佩奇和乔治坐着滑板出去玩 走着走着 他们突然遇到了一条小河 他们还小 游不过河 正在这时 小兔瑞贝卡突然出现在了河对岸 小兔问他们 佩奇 你们说要过河吗 佩奇说 是的 但是过不去 于是 小兔便让佩奇和乔治先等着 没过多久 瑞贝卡就带着一个梯子过来了 她把梯子搭在水面 佩奇和乔治便踩着梯子过了河 瑞贝卡问佩奇车子怎么办 佩奇想了想还是把车留在了河对岸 他们一起去玩了一会儿 不久 佩奇和乔治便回来了 还约定下次再来玩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玩具就要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小朋友们 你们好 欢迎来到玩具秀 佩奇拿着西瓜和乔治拿着香蕉走在路上 他们走到半路便坐下吃了起来 吃完后 乔治随意将香蕉皮扔在了地上 佩奇将西瓜皮扔进了垃圾箱继续往家里走 正在这时 小狗丹尼过来了 他亲切地说 佩奇你好 乔治你好 佩奇和乔治回应了他后 他便离开了 可是突然 丹尼踩到了香蕉皮 一下子就摔在了地上 佩奇赶紧将丹尼扶了起来 乔治知道自己闯了祸 立刻将香蕉皮扔进垃圾桶 然后给丹尼道歉 丹尼原谅了他 最后 佩奇 乔治和丹尼一起牵着手离开了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来到玩具秀 今天 小猪佩奇和乔治要一起去公园玩耍 他们在房间收拾东西 不一会儿 他们便拖着行李出来了 他们把行李放进小汽车里 佩奇 乔治开着小汽车向公园走去 忽然 他们被一只乌龟拦住了去路 佩奇跳下滑板 他要将乌龟赶走 可是 他没有把乌龟赶走 还被乌龟咬了一口 这时 乔治给狗爷爷打了个电话 狗爷爷一会儿就到 他抱起乌龟就转身离开了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玩具就要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